陳瑩這日新穿低胸高叉長裙現身商場 為節日裝置舉行亮燈揭幕儀式 由於上次劇集宣傳時被指疑似蝕春光 所以Ginni事前都做足準備 穿了四條打底褲兼黏膠紙 確保萬無一失 Ginni又親自解構 身上晚裝是暗藏圓機的 我今天很喜歡這套衣服 因為我特地選擇 因為我想貼合今天是商場的聖誕開幕禮 我就想有一個聖誕節奏 所以其實重點在後面 我覺得漂亮一轉 就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很大的蝴蝶 所以拍照的時候就會很有聖誕的感覺 都選了一陣子 因為我都盡量想漂亮漂亮的出席今天的開幕禮 雖然其實11月有很多不同的扮靚的日子 但因為其他公司的活動 例如台慶、Sales Present 就要跟其他女孩子一起 那些我就不搞那麼多了 今天我自己一個就可以著名一點了 外地反港檢疫措施放寬 不少人都會趁年尾把握機會外遊 Ginni亦都計劃好外出道 我今年聖誕希望可以去日本和回溫哥華 日本有幾個朋友已經在那邊玩了 看看可不可以秋三、四天過去吃一吃東西 溫哥華就一定去的了 因為整年太忙了 沒有時間回家陪家人 都想見一見家人 還有我姐姐都很想念我 所以她從十月催催催到我 現在天天問我何時回來 所以都很想念她們 我自己可能在外國長大 都會很重視聖誕 而且一到聖誕我就很願意花錢 我很喜歡賣很多禮物給我親愛的人 或者我過一年遇過的人 我都會寄一個聖誕卡 或者一個很小的禮物給她們 對於龔佳欣主演的劇集 新四十二張被抽起 令佳欣無緣爭奪事後 Ginni被問及此事就這樣回應了 真的要問回公司 現在公司問我 我問公司你搞甚麼 一月頒獎 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你有沒有信心? 我對自己拿這個 最佳衣著獎 已經是非常大的信心 還是最佳衣著獎? 最佳衣著獎 皮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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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皮子的最佳組合 最佳組合都有信心的 最佳劇集我都有信心的 嗯… 拿到這兩個已經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都想保持著勢 因為明年即將是開皮子2 都想大家記得有皮子墊下